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新竹县坚持相全校近21名学童的嘉欣国小一新分校,105年9月俯成立合唱团,去年即获得全县合唱竞赛,幽等展现音乐天赋,今年更争取出国,预定5月28日赴维也纳,参加第31届书伯特合唱竞赛,即第4届维也纳欢乐之声音乐会,赤脚走向国际。 目前正积极筹措旅费,新竹县赴县长阳文科连电荣誉副董事长徐明志获期后,今天中午到校鼓励孩子,轩宇诺将结合新竹科学园区公会全力赞助,春辉映像公司总经理陈俊荣,导演孔凡云也到场协助录影,学童们见上樱花术表达感谢。 坚实乡马太部落的嘉心国小一新分校,小朋友与山林为伍,擅长田径,热爱唱歌,但受到寒净影响,曾一度面临废校危机。 校长徐荣川在104年8月到任后,与分校主任李卫明和教师团队致力发展学生秦能在家长会和地方的支持下,105年9月成立一新儿童合唱团。 李卫明说,校方除真聘黄宜家和谢行连两位音乐老师指导,并意外获得亚特爱乐和唱团和欧亚福伦社等团体的协助,办理音乐营和马太好声音部落音乐会。 师生平日利用弹性课程和课余,琴甲练唱,老师们也牺牲假期,义务带孩子走出部落演出,曾受邀在东吴大学、南海剧场等音乐会展演。 一新合唱团人数,仅15名,规模迷你,表现却十分亮眼,成军三个月首度参加新竹线音乐比赛,即荣获同声合唱组国小组家等,一年更摘下优本的殊荣。 徐荣春表示,马太部落虽未处坚持桑前山,但因为这不在主要干道上,长期未受重视有前山的黑色部落支撑,部落直到近两年网络才普及化。 为了更上一层楼,校方争取和唱团,出国赴维也纳展演,宣传台湾原著名的音乐文化,开拓孩子的视野,并促进国民外交,但学童有三分之二来自单亲,隔代教养,低收入或是清寒家庭。 为了258万余元团费,校方除积极向公部门争取补助,也期盼社会各界晶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